近日,在太原南开往北京西的高铁列车上,安徽淮北的旅客吴某向一名女旅客故意裸露下体,被北京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。 1月8日下午,嫌疑人吴某乘坐高620次列车途中,以手机需要在座位上充电为由,起身坐到一白衣女旅客身边,随后故意向临座女旅客露出身体敏感部位,女旅客向乘警报警。 你刚才告诉我,你刚才在哪个座位来? 我去不起来是哪? 记不起在那个座位来? 对 你旁边的人记得不记得去吗? 你坐在这儿了 我在这儿了 你在哪儿坐的来? 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坐的来?你见过他吗? 他在这儿了 你见过他,是吧?你在这个座位? 我的座位是这个 我知道你的座位是那个 他在充电 我知道你的座位是那个 他刚才在哪个座位坐的来? 就这个人是吧?确定哈? 来走 18时25分 列车到达北京西站后 吴某被移交北京西站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吴某称 因为自己被别人骗了钱 借裸露下体发泄心中的不满 目前吴某已被北京铁路警方行政拘留 在公共场所故意楼露露身体的人一般患有录音痞心理疾病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如遇到此类人员 面对此类突发情况 不要惊慌保持镇静 寄清当事人的体貌特征 及时向警方求助 与护子